咬下了一口凤梨冰 这冰冰凉凉的好滋味 让这炎热的夏天马上清凉一下 这里是成功的巴翁翁地区 正在举办凤梨祭 而社区推广的凤梨 现在品尝正对食 蛮Q的 很香 还蛮好吃的 可以消熟 可以消熟 很幸福 社区推广的凤梨 现在品尝熟的凤梨冰 凤梨罐头等都可以入菜 我们巴翁翁社区 种了一大片的凤梨 所以说我们台东也出产了凤梨 虽然我们都误解是其他先事 台东也有 那也欢迎各位的游客来巴翁 要吃他们做的凤梨冰棒外来 他们还有所谓的生态旅游 所以再次邀请各位的游客 来我们成功的巴翁社区 小朋友先跳 品尝体会我们部落的风味 县政府原民处处长 吴正夏明也大力推广 期望大家有空可以到成功巴翁翁 来品尝新鲜好吃的凤梨 东太宣布发明在成功镇的采访报导 下期见